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神中科 效法主耶稣 今天是8月9日 题目是大自然的美丽 显示上帝的品价 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21篇1至2节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内文是这样说 我有幸看到科罗拉多州最美丽的日落 艺术大师上帝不分贫富贵贱 为了所有人的益处 在天制变幻莫测的画布上 呈现了他最优美的图画 天国的门似乎躺开了 使我们看见其中的美丽 当一个又一个人的经过 但是没有关注这一幕的美景 我心就是这样想 这幅画如果是人所画的 会有多少人会莫拜呢 上帝是爱美的 他爱美丽的品格 希望我们培养纯洁和纯婆 以及花儿般 幽静的美德 我们要追求 温柔和安静的灵的装饰 在上帝眼前是极有价值的 父母们 你们给孩子偏一种教育呢 你们有没有教导他们 让他们学习人生外表的礼节 接受世俗浅薄虚异的装饰 从孩子们幼年的时候起 就要向他们展示大自然的货本 要教到他们花的光荣 告诉他们听 耶稣如果不降世受死 我们就得不到 现在所享受美好的东西 要他们注意到 每一个精致的陪伦和花儿 所显示的色彩和文露 都彰显了上帝对于人类的大爱 为了这一切的恩慈 他们心中应该激发 对天父的敬爱和感情 人间最伟大的教师耶稣 从大自然的景象中 吸取有价值的真理例证 父母们要效法他的榜样 混用令感官愉快的事 向你们的儿女交到重要的真理 早上要带他们出来 让他们聆听小鸟 欢唱赞美的诗歌 要教导他们 我们也应当为每日领受的一切福慰 向慷慨先语者报恩 要教导他们 因为人不是靠衣服打扮的 而是靠内心的真敬钱 今天的内文就说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 再见